武漢肺炎疫情不斷擴散影響全球 在關鍵美國國內應對措施的同時 國會議員也對中共信息可靠度表示高度質疑 有關武漢肺炎病毒來源 中共宣稱可能來自動物 但一位以色列生物戰專家認為 這種致命病毒的源頭 可能是武漢一個與中共秘密生物武器項目有關的實驗室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